梁骏说事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女子看似非常的斯文 她为什么要坐在汽车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个拳怎么围得这么的艰辛 围得这么的不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事件 就是这个女孩 这个女子花了20万块钱 在这家汽车经销店 买了一台崭新的奔驰小车 但是这个车还没有开出 这个所谓的4S店 就是这个汽车经销店 就发现这个发动机漏油了 当然人家不干了 所以通过多次的这个协商未果之后 这个汽车经销商 他仅仅是同意说换一台 就更换一台这个发动机 不换车也不退车 说只能按照所谓的汽车三包政策 来更换这个发动机 当然了人家肯定不干了 谁知道你再换一台发动机 这发动机还漏不漏油 但是在中国 很多这样的维权事件 到了最后 就不得不把一个 思思文文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人士 逼成一个 中国有个名词叫蹲地炮 就坐在那就大哭大闹 就只能用这种暴力的不讲道理的维权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后来这个事情 也不是因为这个女孩闹了之后 讲完道理之后 而得到了解决 而是因为当这个事件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在网络上进行发酵之后 很多的有着类似的 这种曾经被坑的被侵权的 汽车司机车主消费人群 群起而公之 引起了民众的公愤之后 这一家公司才说同意跟客户进行沟通 最终让客户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式 所以在中国很多时候 你大哭大闹 你不讲道理 他反而能够获得某些解决 但是你通过正常的途径 你讲道理 你思思文文跟人家的去摆事实讲一句 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 所以中国这个消费市场当中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定律 叫客大气垫 垫大气克 你是个有身份有背景的人 谁也不敢这个去骗你 因为当你亮出你的身份 亮出你的底牌的时候 甚至人家之前可能早就摸清楚了 你的底牌是什么 当然不敢惹你 但是那些普通的消费者 在很多消费环境当中 他就会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而中国这个社会当中 体制当中 又缺乏这种所谓的法治精神 而当一个社会没有法治精神的时候 自然就会把公民逼成刁民 当一个社会缺乏普遍的公平正义的时候 就会把良民逼成暴民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 它的司法体制的这种黑洞 社会制度的黑洞 可以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如果不将其纠正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改善的话 那就像这位 维权的女士 他的这种行为 他自己说 他是一个研究生 受过高等的教育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感受到了 他受到了奇耻的大辱 当他讲道理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来跟他讲道理 而是赤裸裸的在侮辱他 赤裸裸的在坑骗他 他觉得非常的耻辱 于是乎他选择了一种 他可能也不认为合适的方式 可能他平时也不喜欢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恰恰得到了 某些良性的回馈 那这样的一些个蹲地炮 这样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在中国很多时候都会发生 比如说在医院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 正规的途径无法得到解决 那就闹呗 所以中国有个职业一闹 当然这个当中存在很多的社会的一些问题 也牵涉到某些社会的一些黑恶势力在里面 但是总体这样一个局面 这样一种闹的群体 就是一个不良的一种社会制度 法治制度给逼出来的 再比如说保险公司也是经常会看到 当保险索赔得不到合理的赔偿的时候 那些个权益受害人就会到保险公司去闹 闹完一天闹第二天最后爬到楼顶上 扬言要跳楼的时候 最终这个事情得到解决 就非得把人逼到这种绝路上 逼到这种无路可走的状态 他最后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反而最极端的方式去把事情解决了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不规则的社会 极端不正常的国家出现的极端不正常的社会事件 那么这个社会事件它不是个个案 其实在当下的中国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所以到了最后人们会觉得斯文就像猪八戒说的 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的 斯文能当饭吃吗 连保护自己的正常权益都需要用野蛮 当然这种野蛮就是在一个野蛮的社会制度下 所孕孕而生的所培养出来的 这是一种没有办法无奈的选择 能够去做文明人的时候 谁又会选择去做一个野蛮人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野蛮仿佛变成了一种丛林法则 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去遵循 要不然老是人真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就吃大亏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被中共当局打压的许章润教授的事件进展 最近越来越多的这些学者教授 都纷纷的加入到了声援许章润教授的群体和队伍当中来了 由黎安友等汉学家联合发起的公开信 目前至少已经获得了百余人的一个联署的签名 而且台湾外交部近日也就在4月6号的时候 在他的官方的推特上也贴出了发表了对许章润教授的声援和评论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是这个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又再一次在第一时间 对台湾外交部的官方推特在推特上进行了互怼 当然我们看一下胡锡进先生怼了些什么 他在这个推特当中他讽刺台湾这个外交部 说公开声援北京的这个政治意见的教授 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这个台湾当局对北京 说对这个中央首都的事情是越来越关心了 他说这个这表明啊台湾越来越中国化了 于是呢就是胡锡进先生这条推特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 但是在这个当中 有些网友啊真的是火眼睛睛啊 抑郁重地啊 有一个网友在讽刺这个胡锡进啊 胡主编的时候 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他说胡主编呢 你翻墙你得当心被拘留啊 抑郁点醒梦中人啊 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胡锡进先生啊 在推特上怼这个怼那个 但是我们都没有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胡先生可以在推特上 想怼谁就怼谁呢 后来一想 哎 最近这个中国当局不是抓了很多 翻墙上推特的这些市民也好啊 或者说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好啊 最早有一个姓朱的一个广东的一个市民 就因为当局给他定个罪名 说非法链接境外的这个网站 涉猎有害信息被当局刑事拘留了呀 而且还罚了款呢 上千元的罚款 而且最近就在4月4号的时候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就有一位节目这个副总监 也是因为非法的链接这个境外的网站 注册了这个推特账号 说他涉猎这个境外的有毒有害信息 同样的对他进行了这个处理 一个是公安部门对他的这个形势的处理 第二个他们那个苏州的广电系统 也对他降职这个扣心 而且调离岗位等等处理 那为什么胡锡进先生 他能够这么轻而易举的啊 洋洋洒洒的在推特上发表这么多的评论呢 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而且之前中国官方很多的这些个政府官员 在落马了之后 当中有一条罪名是什么 非法的观看境外的网站 或者是观看境外的有毒有害的书籍 那为什么胡锡进先生就可以百毒不侵呢 胡锡进先生就可以不受这些信息的毒害呢 其实啊 胡锡进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推特上 想怼谁就怼谁 那一定是有授权的啊 他就奉旨翻墙 而且啊 这个 我想啊 这个中国中共当局体制内部 奉旨翻墙的一定不止胡锡进先生 还有一大票一大票 而这样的奉旨翻墙 哎 到了中共的体制内部 换一个名词 会更好听 叫什么呢 叫大外宣 哎 奉旨翻墙 就是大外宣的一部分 专门来在推特上 在 中国政府不允许本国的民众来浏览的境外的社群媒体上来代表中国政府来说官方的语言 来表达官方的某些态度 传播官方的某些意识形态 慢慢的进入到这个中国境外的社群媒体当中来 所以你看同样是上推特 哎 你的这个资格是不一样的 是吧 人家是奉旨来的 那就是不一样 官派的 还是有这个百毒不侵的啊 这样一个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